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迫辍学 尽管他在2016年曾经向国民登记局申请公民权 但都没有下文 首相昨天在脸书发文告表示 他通过报章读到有关新闻之后 已经亲自联系上罗哈纳 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 并在视频中承诺协助罗哈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也透露 有南非病毒学家表示 人们感染了Omicron病种毒株后 体内将能自行产生抗体 进而帮助打致群体免疫 对于这个说法 我国卫生部长凯利表示 有关的研究报告还没有获得证明 因此民众受处 不要刻意让自己受到感染 而目前我国唯一的防疫政策 就是接种新冠疫苗 凯利指出 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机构 对Omicron变种毒株定为无害 作出定论 即便Omicron属于温和 在医学的免疫原理上 受感染的患者在康复后 体内的确会出现抗体 但这不代表人们应该去感染病毒 凯利强调 没有人能豁免接种新冠疫苗 而我国卫生部的立场 是不能让国人随意感染 任何一种病种毒株 不重要 他们不认为 Marian atau Omicron ke Delta ke Alpha ke Beta jangan jangan sengaja nak apa nak dapat COVID sebab yang pertama kita tak tahu kesan COVID itu kepada orang yang telah dapat COVID sama ada yang kedua kita tak tahu kesan Long COVID mungkin kita kata Omicron ini lebih mild daripada Delta so why not kita semua lebih kita semua 比jangkati dengan Omicron kita dapat apa immunity kelompok dan sebagainya tak tahu 不及 lagi 另外 有关 大保森节 和华人农历新年 凯利指出 卫生部会在 这一段期间 继续监控 国内的疫情趋势 并根据 医院的数据 做出判断 她说 尽管如今 已经没有 行管令 但民众 依然要继续 严守防疫措施 至于 我国一些地方 尤其是 纳米 近期的病例 不断飙升 凯利则说 疫情 不能因为 单日病例的增加 而判定为严重 但卫生部 会观察 疫情趋势 包括医院的数据 如住院率 加户病房 和死亡率 依然属于 受控阶段 我国去年通报 新增2798例 艾滋病病例 499人死亡 比起前年数据 双双出现下降趋势 卫生部长 凯利表示 政府会继续通过 非政府组织 向社群进行宣导 防范艾滋病运动 同时 政府诊所也会 主动接触患者 以为他们提供心理 和药物上的治疗 与服务 凯利到雪州巴胜 班达马兰 政府诊所 会模范诊所 2.0 主持推介 她说 防范艾滋病的 最大问题 是患者担心 遭受公众的 异光和污名化 而往往在感染后 拒绝接受治疗 凯利说 卫生部之所以 推动模范诊所 2.0 第一个目的是 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以提升艾滋病 性病 以及悉性肝炎的 预防措施 与治疗服务 第二 通过防范 艾滋病计划 寻求消除在 卫生和医疗领域 工作的人员 对艾滋病领域 和患者的恐惧 及有色眼光 第三 表彰在基层 直接参与 预防活动的 卫生和非政府 组织人员 对于在 新冠疫情期间 我国的 艾滋病数据 出现下降趋势 凯利则说 这可能是 卫生部在 疫情期间 过于忙碌 因此有关数据 不能作为标准 并指 推动防范 艾滋病运动 是一项长远计划 需要非政府组织的 协助和配合 才能进行 财政部长 邓肯扎指出 联邦政府在去年 和前年 向吉兰丹州政府 发放共 4亿令吉的石油收益 他说 该笔款项 是直接支付 并根据当时的 石油价格 全额发放给 吉兰丹州政府 而所支付的 总数额 远比 2019年的 2800万令吉 翻了数倍 就是了 penyaluran wang ESAN tahun 2019 beruntungnya hanya 28 juta ringgit di bawah kerajaan persekuan sekarang pembayaran dibuat secara langsung kepada kerajaan negeri dan 100% itu disalurkan berapa duit hasil petroleum terdapat 100% disalurkan ini yang disebut tadi lah 5% hasil petroleum bagi medan yang pengeluaran dan medan berkaitan dengan kelatan dengujafru 是出席 和吉兰丹 公务员的 2022年 财政预算案 汇报会后 向媒体 这么指出 他也说 相较于去年 340项计划 所获得的 18亿令吉 拨款 政府今年 也会准备 23亿9000万令吉 拨款吉兰丹的 351项 发展项目 这包括 2亿5000万令吉 用于新建 巴冷邦 大桥 以及用于 扩建 苏丹 伊斯迈 白特拉 机场的 4亿8300万令吉 Amani 一 분들 一旅行 雨 一旅行 入口 二旅行 坐 一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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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一旅行 水 一旅行 水 一旅行 水 首都地标吉隆坡塔的观景台 昨天上演跳楼惊魂一幕 一名21岁的华裔男子因为情绪压力 导致精神失常 企图在吉隆坡塔观景台轻声 索性最终被消整人员劝服 打消了自杀念头成功获救 吉隆坡消整局行动指挥官奥马发文告指出 当局是在昨天下午5点11分接获民众投报 指有人企图跳楼自杀 因此从汉都亚和副都消整局 派出共25名消整人员前往现场展开救援 奥马指出 当局人员在抵达现场后 发现男子面临情绪压力 并站在围墙上企图自杀 在见状后 消整人员不断用国语和华语 劝售对方打消自杀念头 经过20分钟的劝说 消整人员趁着男子趴在围墙休息时 立即从后方将男子救起才结束这场跳楼惊魂 事后男子已经交由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柔佛新山南部发生一起致命车祸 一名80多岁的摩托骑士在岔路口转入时 遭到反方向车道前行的一辆摩托撞上 当场混沌公路 这起车祸发生在昨天早上11点40分左右 地点位于往返碧兰东和百乐镇的 Jalan Burmas Marat 西山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发文告指出 设施的两名摩托骑士年龄分别为84岁和37岁 画面可见84岁的摩托骑士在停下后 原本打算右转 不料遭到迎面而来的摩托撞飞 尾随的轿车之后也立即停下 文告指出84岁的摩托骑士当场毙命 至于37岁的摩托骑士则受伤 事后送入新山斑蓝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第一款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展开调查 俗话说七山末七岁 荣佛新山有6名男童和少年 向放到当地的一条河流溪水 结果乐极生悲 其中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和11岁的男童 不幸溺斃 初步相信 两名死者是因为捡起脱鞋不果而丢命 目前遗体已经送往医院太平间进行解剖调查 荣佛州消整局地区副队长汉单伊斯玛尔指出 两名逆逼的死者分别是11岁的沙瑞 以及14岁的马马阿兰 当局在傍晚6点15分截获投报后 立即派出21名来自消整局水上拯救队的官员和消整人员前往事发现场 并在警方和大马民房部队的支援下一起展开搜寻工作 当局之后在晚上的9点18分 在苏安马赛靠近达马马赛乌达曼一处发现Sharif的遗体 并在10点32分在不远处寻获另一名遇难者的遗体 而当时的河流水未达5米深 根据初步调查 当局相信Sharif是为了要捡起拖鞋而不胜失足坠入河里 马马阿兰则可能是在健壮后试图协助捡起拖鞋 但最终不过双双溺毙 此外当时还有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 马马阿兰尼水所幸及时被有人救起逃出鬼门关 目前两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送往苏丹伊斯玛医院做进一步调查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志盈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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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